卫生部长凯里号称全马人民可以轻易看懂的CovidNow新网站 上线将近一个礼拜了 里头隐藏的六大功能 你都看懂了吗 配合10月底进入地方性流行病 卫生部从上周六开始 就已经不再通报确诊病例 死亡病例和活跃病例等等 可是所有你需要知道的疫情数据呢 都还是会在5月12点上传到Github和CovidNow网站 一切都非常的透明 那很多人就问 既然已经有Github这个疫情数据库了 为什么还要多打造一个新的CovidNow网站呢 其实内容是一样的 只是从界面观感来看 Github就像一个洋葱 需要你一层一层拨开 并且自行分析数据 比较适合擅长数据科学的人使用 至于CovidNow就好像已经煮好端上桌的菜肴 一览无遗 民众只要一个按键 就可以自行选择想看的数据 操作非常简单而且更亲民 再加上政府不需要为新网站花一分钱 而是用四个90后的制作团队义务打造 何乐不为呢 只不过再详细的数据也要看得懂才不会被误导 就好像9月11号爆出的592宗单日死亡病例 当时候把全国人民都吓死了 卫生部后来就解释说 是卫生部向民众公布死亡病例的日期 而实际死亡病例 则是病患确切的死亡日期 也就是说9月11号的死亡病例 实际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是125宗 而其他的400多宗则是延误通报病例 未免产生更多的误会 现在就带大家一一来看新网站的功能 还有要注意的细节 首先要注意当天的数据是否为最新 左上角都会显示数据更新日期和时间 至于其他数据都会统一在前一晚11点59分上传 虽然没有了卫生部的每日汇报 但是COVID-19网站新增了五大功能 就包括 第一 接种疫苗涵盖率 这里可以点选看 总人口接种率和成人接种率 第二 医疗体系负荷量 这里涵盖呼吸器 ICU病床 医院病床和隔离中心的使用率 要注意的是 这里包含非新冠患者的使用率 如果要知道实际的新冠患者使用率 可以往下滑到网页下方 都有清楚细分 第三 细分和对比活跃病例 单日确诊病例栏目 除了显示本土感染和境外输入 活跃病例也被细分到五大类别 另外还有显示康复病例和死亡病例 阴影的部分是告诉你当天 是新增还是减少病例 如果你要对照回过去两周 两个月 半年甚至是全年的数据 都可以点这里看数据走势 第四 从单日检测率看阳性率 只要把鼠标移动到任何一个日期 都可以看到当天的总检测人数 多少人是进行PCR或者RTK 全国确诊率又是多少 如果要细看每个周数的话 你可以在上方的周数栏 任意切换到各周周数看数据 第五 一览各周疫情情况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功能 每个疫情类别下 你可以自行选择关心的周数 这里勾选全部或者特定的周数 另外 卫生部也很信心地 综合雪龙区疫情数据 多开一个分类栏目 叫做巴生河流域Clang Valley 你发现了吗 人都没有完美 更何况是全新 而且涉及各种复杂城市的新网站呢 公共卫生专家许瑞庆 和卫生部官员马赫阿班南就建议 可以针对死亡病例再进行细分 比如说有哪些人是死于新冠肺炎 或者是死后才发现是确诊患者 并且清楚标示日期 而不是统一归纳为同一天 除了避免制造恐慌 也能反映疫情的实际状况 还有还有 网站的语言除了英文跟马来文之外 也建议增设中文跟 淡米尔人的资讯翻译 这样除了可以更符合 政府提倡的大马一家概念 也能顾及那些只会母语的民众 那关于Copinout新网站 您又有什么更好的改良建议吗 还是您已经非常满意 目前的界面跟功能呢 欢迎留言交流